车祸保护神626-979-5658 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根据本台记者Tracy1月31号报道 4月份起联邦将会疫情以来首次恢复 审查所有的8670万 已经登记在参与到联邦医疗补助的人的资格 那么在审查结束之后将终止那些不合资格的人 医保的一个资格 预计会有1500万的美国人失去医保补助 那么在失去医保补助的人当中 影响最大的则是亚裔和拉丁裔 专家预计会有64%的亚裔 51%的拉丁裔 以及39%的非裔 和72%的儿童失去医保补助 那么相比之下 只有17%的白人可能会失去医保补助资格 美国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的资深政策分析师 厄佐克拉就透露说 4月1号起将开启审查程序 数以百万甚至上半的一些不合资格的人 将不会再收到他们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更新了 他指出 在审查计划启动之后 对有色人种以及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影响变得最大 有色人群和儿童是丧失医保补助的最高风险人群 加上部分的医保机构可能会在处理续保方面没有能够及时 会导致失去联邦医疗补助的弱势人群不能够及时的续保 他担忧说 部分符合条件的联邦医保补助者 会因为其资格而无关的原因而失去医保 他建议相关机构采取行动 把重点放在和医保补助受益家庭的联系和沟通之上 加快受益者更新医保的过程 并且会要通过评价医疗法案 帮助一些不合资格的人过渡到其他的一些医保计划 另外在疫情期间 如果是符合资格者搬家或是更换电话号码的话 导致这个医疗机构无法寄送信件或取得联系的话 而这位符合资格者也没有能够及时回复的话 那么这类人群也可能会失去 联邦医疗的补助资格 加州健康项目儿童伙伴关系主任塔斯塔则指出 加州约有1500万人享有百卡资格 占加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此次审查计划也将失去加州很大一部分的百卡资格 国家医疗补助战略主任格厄拉则承认 除了有色人种和孩童之外 青少年以及低收入人群也面临着 失去联邦医疗补助的风险 如果低收入人群的有明显的一个收入增长的话 或不再有需要抚养的儿童 那么都可能会再次失去医疗补助